哈喽大家好 在广场这里有服装秀可以玩啰 进居了以后我们就来找这位时尚王子 就可以玩服装搭配啦 然后这个道具啊 它可以跳两次 然后这个是可以快速移动的 而且只要花新币20喔 超便宜的 买了以后啊 你们看就可以跑很快啰 这样子挑选衣服的时间呢 就不会花太久了 然后这个是VIP的会员 有45赚的 可以使用15天 然后这个5赚的呢 就只可以用一次 使用后结果星星的分数啊 都是可以加1的哦 所以如果你有常常要来玩的话 可以买这个45赚的会比较划算哦 那购买了以后呢 就可以到VIP室来挑选衣服了 这里有很多课金的衣服 都可以来这里试穿哦 如果你是无课的玩家的话 还蛮推荐你来这边体验看看的哦 有很多的款式都可以来这里免费体验的 接下来就由我来带你们来玩啦 一楼这边的人偶 可以变换一下肤色哦 你们可以依照题目去做搭配 然后旁边这个人偶 可以变换你的体型 呃 团长啊 这次的主题是超市主人耶 你们是带一个瓢虫翅膀在后面做啥勒 我想要做卖昆虫翅膀的老板啊 然后这边有很多的表情可以搭配哦 我就先选这个生气的表情 再来带你们到二楼去啰 这里可以挑选一些帽子 呃团长啊 你戴的是小丑的头发耶 哪里 我改变新意啦 我想要改叉骂假发啊 呃还是卖帽子好了 拿一只球棒好了 怎么样 让看起来够凶吗 换一双鞋子 接下来来评分咯 虽然这个妹子啊 她没有主人的风格 但是这个妹子好可爱哦 送你四颗星星吧 哎哎哎团长不可以瑟瑟啦 那这位呢 不是妹子啦 她有穿一件卖鱼等鬼裙耶 还蛮符合主题的 给她四颗星啰 这个稀饿的衣服好可爱哦 给她三颗星啰 看起来我应该第一了啦 我是卖棒球棍的老板 放哈乐的名字就可以马一送一哦 哎不行啦团长 这样子你会破产吧 哈哈哈哈 哇塞 她铁锤去哪里拿到的 非常符合主题耶 给你四颗星啰 这个跟我一样是要来卖棒球棍的 既然是投行 就给你四颗星啰 哇 这个妹子好美哟 给你五颗星啰 等一下团长啊 这个完全没有符合主题啊 哈哈哈哈 哦 结果第一名居然是卖铁锤的 哪里 大家好 换我来教你们玩咯 这一次我的主题是新年 红色洋装 当然是就是不能少的咯 再搭配一个梦幻造型的头发 换一个长腿的体型 看起来会比较美一点 呃 突然想换这个粉色的来看一下 再来戴上一点红色的帽子咯 时间差不多了 啊我忘记给星星了 啊我又忘记给星星了 再来是我咯 红色帽子加红色洋装 然后过年必须一定要有的樱花帽 啊我找不到星星啊 啊来不及爱星星了 啊我又忘记她了 奇怪咧 我的星星跑去哪里了 来来来来 知道了吗 要如何第一名 这个游戏啊真的要邪恶一点啦 医生你好坏哦 都没有给他们星星耶 啊他们是我的竞争对手啊 当然不给 好啦再来就换我玩给你们看咯 先买这个加速 来换一个长腿 走吧小编 我们一起上楼去吧 直接往VIP去冲啊 这一件看起来颜色非常的鲜艳 哇塞是雷电的锤子耶 买一支起来 感觉好像会比较有气势一点 嗯不如当一个可爱的小恐龙 啊这只也好可爱哦 这一只我之前没有买到耶 骑熊熊好了 好像比较可爱一点 突然有一个胖胖的大叔跑过去 哦这个很有国王的风格哦 啊还是换这个骑牛牛的 可是这样子上面都没有穿衣服了耶 有点害羞 就这一只吧 我是恐龙国王 啊时间快到时间快到了 等一下等一下 要胖胖的才有气势 换好咯 第一位是小编 很有国王的气势耶 啊完蛋了我忘记按星星了 当时我正看着聊天室的讯息 对不起小编 再来就是我啦 我是恐龙王国的领导者 欺负我的宝宝 我就用锤子骤飞你哦 来个屁屁攻击 哦哦 哈哈哈哈 对因为我又看着聊天室的讯息 又忘记按了 抱歉抱歉 然后这位应该就是刚刚那位 希腊的大叔吧 这位大叔很会走台步耶 哇那个屁股好会扭哦 就给你五颗星吧 那这位就给你两颗 那这位呢也是两颗 后面这几位啊 都跟主题没有关系耶 来来来来来 冠军是谁呢 居然是希腊的胖胖大叔啊 因为我忘记给小编星星了啦 我觉得这款搭配服装游戏 非常的好玩 但是如果你想要得到第一名的话 就要找自己的好朋友一起玩咯 然后一起讲好按几颗星星 或者是学医生写啊一点啦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咯 喜欢请按赞订阅咯 下次见 拜拜咯